各位大家好 徐卓越神父圣名类师江苏仁 他以平时流畅的文笔写下了这篇人生的宗教观 让我念给大家听听 徐神父他说人生观是一个学术性的名词 有哲学的抽象语气 其实人生观是一种很具体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决定在生命中什么最重要 什么是他生活的中心 对着这个目标来追求的思言行为 就是他的人生观 比如许多成语的描写 今天有酒今天醉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流芳百世 生男育女 子孙满堂 长命富贵 忠心耿耿 鞠躬尽瘁 上爱天主 下爱世人 以上这些都可以表达一个人的人生观 人生的宗教观也是一种人生观 这种人生观是人对神灵的看法与关系 对神灵的反应有积极的信赖 侍奉和爱戴 也有消极的怀疑 否认甚至憎恨 还有许多反应在积极和消极之间 人对神灵的伦理 主义 世人对神灵的看法多不胜数 因此世上就有无数的宗教 非常混乱复杂 假如我们用神灵的存在 existence 和神灵的灵在 presence 两个概念来分析 在思想方面可以变得有些条理 因此简单一点 神灵的名词因宗教的区别而不同 即神 天主 上帝 亚威 阿拉等 我们讨论 第一 神灵是否存在 第二 假如有神灵的存在 那么世上有没有神灵的灵在 无神论 否认有神灵的存在 使无神论 或是无神主义 主张世上的事实 只有物质的 具体的 或是仪器可以测量的 才是真的 世上的一切都可以用科学 依照大自然的定律来解释 神灵是愚笨无知识的人 验造出来的 他们不知道宇宙有物理 化学 生物的规律 世界是跟着科学性的规律 进化出来的 他们不能用理智来解释这一切 所以就笼统地认为 这是神灵的威力 念造了一个神灵 或许多神灵来弥补他们的无知 疑神论 Agnosticism 与无神论相近的学说有 疑神论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或 迷雾运动的哲学家 往往是无神主义的学者 他们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 他们无神的思想 我无法测量 我也无法证明有神灵的存在 但是我也不否认 他不只能说我不知道 所以我是一个不知道 有没有神灵的人 Agnostic 要与这位可能有或可能没有的神灵 有所来往 不是矛盾 就是没有意义 就是这些人不愿意肯定 是否有神灵 他们把英文的God 写成小写的G D 自然神论 Devil 还有一种是自然神论 这神论的教理 不是一般人所熟悉的 在美国革命建国的时候 所有的立国元老 都有宗教信仰 但是有些元老所信的 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而是自然神论主义的信仰 其中最出名的是 美国第三任总统 Jeff Hinn 自然神主义 承认有神灵的存在 但是神灵却不灵在 他是美国属于所说的 缺席的地主 Ebison 神灵创造了世界后 就忙着做他的事 就不在了 他对世人没有感情 他对世事是不闻不问 天灾人祸 残酷的政府与暴君 战争与屠杀 不公平的分屍 都漠不关心 照着大自然的定律 人们的风俗习惯与传统 是好是坏 让一切事物自然发展 杰弗逊是写美国宪法的主要人 在宪法中对神灵的用词 杰弗逊没有用天主 上帝等富有感情性的传统语言 他用的是无感情的造物主 以上三种神论不是否认神灵的存在 就是否认神灵的灵在 都是形象无神主义的思想 有神灵的信仰 承认有神灵存在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天性的 另一种是理性的 有些人的信主是直觉的天性 他们不需要什么证明或理论来使他们信主 在心理上他们很自然的就知道世上有神灵 有些信主的人是因为因果的定律 理智推论的结果 每间受造物一定要有一个造物者 宇宙的宏大 原子电子的渺小 万物相连的复杂 生命的神奇奥妙 一定要有神灵来创造 因此在万物之前及万物之上 一定有为神通广大的神灵存在 信仰中的神灵从古至今 依照人们相信神灵 但是他们相信的神灵却不是同一位 因为神灵的不一 所以宗教信仰也不同 大多数的宗教是一神主义 Mondias 世上只有一位至高无上 全能全善全知 创造万物的主宰 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犹太教 都是一神主义 同一的主宰有不同的名字 主 神 天主 上主 上帝 亚维 阿拉 美国印第安人也有一神的宗教 天地宇宙中有一个 大神 有些宗教是二神或双神主义 Duovo 世上有两个神灵 一个是好的 一个是坏的 彼此不断地在打仗 斗争 有时好的赢 有时坏的赢 古斯波斯的火教就是双神主义 中国道教的阴阳学说 好像是双神主义 其实阴阳的理论是 二个相配的原则和系统 不是两个相争的神灵 有些宗教是多神主义 如印度教 古希腊神话 中国民间相信的天宫天朝 都是多神的信仰 在印度教的许多神灵中 有三位是至高者 即创造者 维护者 毁灭者 在希腊神话的神灵中 宙斯是神灵中的最高者 神灵的社会与人间的社会差不多 世人的感情与缺点 他们都有 中国民间相信在天上 有玉皇大帝在当权 其他神灵是他天宫的文武官员 天宫的组织与地上皇帝朝廷的组织相似 佛教开始时是一种学说 与中国孔孟的儒教一样 是哲学 是教育 出生是王子 后来做佛祖的释迦摩尼 提倡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明悟 脱离城市的生老病时 喜怒哀乐 释迦摩尼的学说是无神的教导 他根本没有提起神灵 他注意的是人要靠自己的能力与努力来超脱 但是在佛教传到中国后 佛教就变直了 佛教与中国的道教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在混合了中国的文化与风俗习惯 佛教的佛祖就慢慢变成了佛教的神灵 还有慈悲的观音菩萨做助手 印度在中国的西边 西天佛国就变成了天堂的代名词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思想 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学说 列宁采取这种主义做了共产党的宪章 共产党在一个国家德政当选后 就运用国家政府的财力 势力军力压力 不但有系统的要毁灭其他宗教 并且政府的宗教局 把共产主义变作成了一个无神的宗教 进而远之的宗教态度 无数的人不承认神灵的存在 更多的人不注意到神灵的灵在 神灵愿接近世人与人同在 但是世人不愿意与其同在 孔子是一位圣贤的大教育家 中国的重要伦理教化 很多都是他的思想所形成的 孔子对神灵的教导是尽而远之 圣贤有这种思想 平民就会有这种态度 其实这种态度反映着世人的基本倾向 虽然相信了神灵 并且大多数的神灵对世人是施恩有益的 为什么世人对神灵还会有 敬而远之的态度 理由很简单 虽然神灵会施恩 人总觉得神灵会控制干涉人事 人的理想或幻想是在自己的小天地内 做一个至高无上的小主宰 不要受任何控制 干涉和委屈 人要随心所欲 中国有一个有关神灵的小故事 来显示人与神的来往 世人总是设法制作主张 神灵土地公保护人民 避免灿灾水灾火灾地震等天灾荣祸 立了大功 人民非常感激 愿意为他建筑一座庙宇 Temple宫殿 以表谢意 土地公也自认他的功劳宏大 刊当拥有一座大宫殿 他要求的是这座宫殿要有一建之阔 一建之深及一建之高 人民听得快要吓死 他们哪能建造这么大的宫殿 一建是一支箭射出的距离 可能超过一百公尺 他们没有能力 财力和技术来造这座宏伟的大殿 降于土地公商量 缩小宫殿的面积和体积 土地公绝不同意 全体人民忧虑无限 日夜不安 最后有位长老得了灵感 请大家平静放心 他说就按照土地公的要求 给他造一座一建之阔 一建之深及一建之高的宫殿 但是衡量的单位不是箭射出的距离 而是一支箭本身的长短 现在我们可以在路旁边或墙壁角看到像玩具屋一样大小的小屋 这就是土地公的宫殿 体积是不到一公尺的立方 这是土地公自己要求的一建之阔 一建之深及一建之高的大宫殿 敬而爱之的信徒真是有福 对于相信有神 且敬畏爱慕神灵的人 倾向无神主义的人是自找苦之 他们是夜郎之大 仿佛否认神灵的存在 可以把自己当作神灵 或与神灵平等 其实他们在一辈子的挣扎 否认直到断气为止 对神灵是敬而远之的人 则是把自己放在难堪的处境 最后一定要投靠神灵来帮助时 怎么好意识与神灵见面 对神灵是敬而爱之的信徒 才真是有福 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信徒 我们要特别感谢赞美这大红恩 天主教信徒有至高无上 全能全知全善全美的天主 为我们的天赋 他慈祥无比赋予慈悲 慈予发怒 他不但存在 并且世上有他实实处处的灵在 他派遣了他的独生子降生为人 具体的表示他愿意与我们同在 他的独生子在世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由天主做出发点的名字 意思就是主与我们同在 另一个是由世人做出发点的名字 耶稣即亚威拯救 接受耶稣为救主 就是我们愿意与主同在 耶稣是忠人 是我们与天主交往的桥梁 由于耶稣借着耶稣 天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与主同在 万有真缘的主与世人 像家人一样的相亲相爱 这种宗教真是美 以上文章标题 人生的宗教观 徐卓越神父文章发布于 传信与关怀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